把这个油全不加暖 没问题 诶 师傅 诶 师傅 诶 再给我加一点 然后凑一个整座 就不少钱了 好 曾经划过伤的爱 诶 师傅 诶 师傅 从来没得到难 如果我想你想他 像那野草野花 风铭中 诶 师傅 二回愿意 和有事 启涉 你在海上 中国的消息 尽共精力 屋来 很难 但我们在ço 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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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强 小强 你准备了什么破道具啊 一会熄火 一会导火的 这刚刚加满油 怎么就起火了呀 你刚才说什么 车刚加满油 又要加满油 又要加满油 对啊 我想 我知道 很多人给车加油时 都喜欢说加满 通常加油加到跳枪后 加油师傅总要继续往油箱里加油 以便出个整数 但是你知道吗 在圆圆夏日 油箱加的太满会很危险 您和您的爱车 总有可能报废呢 要想知道汽油加太满的危险性 首先我们要了解汽油的一个重要特征 那就是预热膨胀 这是三个空的塑料瓶 一会儿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在里头灌满汽油 不留任何空隙 看看在这37度的夏季高温下 塑料瓶会发生什么 现在三个塑料瓶子里都装满了汽油 我们一起来进行观察塑料瓶的变化 大火看到了吗 37度的夏季高温下 不到一个小时时间里 汽油就发生了膨胀 三个瓶子都不同程度的膨胀变形 通过实验我们证明了 汽油容易受热膨胀 那么在生活中 如果汽车油箱加油购买 汽油预热膨胀后 汽车油箱又会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将实验凶起 好了好了 已经出来了 不能再加油 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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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处理一下处理一下 大家看到了吗 我们的实验车辆的油箱 现在已经加满汽油 并且加得非常非常的满 可以说是没有一丝空气的 现在的温度是35.6度 接下来我们的实验车辆 将会被牵引车拖行 在我们实验区域内 来回不停的行驶 来模拟汽车运行时 路上颠簸的情况 最重要的是 我方博士将会以身犯险 亲自坐在实验车辆内 进行操作 夏日高温 油箱加油购买 究竟有多危险呢 一起来走实验吧 我这次的电影 我这次的电影 是吗 最大的电影 我们才能够的电影 是吗 我看你 是吗 我看你 什么呀 屏幕有大事 我看你 是吗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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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能否安全通过呢 起火了 起火了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起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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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汽油为什么会从油箱里面溢出来了 原因非常的简单 一般汽车油箱的顶部都设置了一个通气孔 以防止汽油体积膨胀 胀破油箱 所以如果油加的太满 汽油预热膨胀后就容易从通气孔中溢出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看到汽油溢出油箱的过程 我们用一个全新的汽油油箱总成来给大家做示范 看到了吗 就像这样在高温环境下 汽油预热膨胀最终从空气孔溢出 再次方博需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广大家驶员朋友们 一定要注意了 夏日高温特技 禁止加油神 加油过满 看到这个视频的网友 动动手指转发出去 让更多人看到 多人看到就能多一份警惕 转发提醒 感恩感德 感谢观看